元旦期间的强大风暴与强降雨 被旧金山带来三到四英尺的洪水灾情 且社交媒体上还有多人发布了类似的洪水灾情 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沃布伦警告 三号是能做好紧急准备的最后一天 民众要好好利用 因为四号的新风暴降雨量可能不输给 2017年重创盛河溪的风暴 到时候湾区和北加州多处都会处于洪水高风险区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